力甩军宅风波 这国民党就推政策牛肉 希望可以拉回选战主轴 朱立伦喊出 如果基层员工加薪或赠品失业青年 企业将可以加成抵税 而最高可以扣抵税率200% 不过这劳工政策王如玄是很擅长 原本就表定两个人要同台 但王如玄却临时更改行程 是不是因为忧心这军宅争议 而模糊政策焦点 朱立伦回应说 他也是专业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为止军宅争议再端政策牛肉 这回要帮劳工朋友加薪 这是话题人离不开对手蔡英文 民进党没有提到 人力资本政策没有提到 弱势就业促进方案没有提到 所以我希望民进党 好好的回去做功课 把这几项功课赶快补齐 不要只会打口水战 朝向劳工拉选票 当然得先给企业填头 基层员工加薪或增聘失业青年 将可加成抵税 最高扣抵税率达百分之两百 也就是说假设员工加薪一千元 企业就能抵税两千元 以此拉抬选情 只是外界也好奇 原本表定副手王如玄 也会一同到场 却临时改变形成 是否忧心军宅争议 模糊政策焦点 因为是昨天才有这样的记者会 昨天的决定 那我们今天 这个也是我的专业 也是我的专长 那我也讲得非常清楚 时间的部分 我跟主席其实某种程度 如果能够互补 我们都尽量互补的方式来做处理 就是他跑他的行走 跑我的行程 然后发挥最大的效益 选战倒数国民党推加新政建造 胡企业和劳工 不仅要转移军宅正义 更要借此打脸对手 空谈加新问题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